但是當時當領會的CEO的時候 除了是社會的聲音、議員的聲音、傳媒的聲音之外 其實這些會不會都不是最困難? 最困難是要搞定在董事會、董事局裏面的不同的持份者? 其實我想當時最困難是因為我們第一次上不到市 第一次上市就因為有那些叫做Cornerstone Investor 即是每個人都拿了一份 那些多數是外國的退休基金、諸如此類去持有的 但第二次上市就因為第一次上市的反應很好 當時的政府就決定不如所有外面的申請人 都差不多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想著就變成了個個都開心 但誰不知我沒想到一件事 大家都只是事後恐明,不是先知思覺 沒有想到會有一些Hedge Fund 即是很進取的基金會喜歡這些東西 因為那些是穩定派息等於公用股的東西 所以亦無可厚非 但誰不知為何有個基金 他不知是算錯數還是怎樣 即是現在他都退股了 一會兒就在市面吸收了這些每人有一份的股票 那些稅股? 加起來就很快就連他一個 Samiro在這裡也知道了 馬上拿了差不多近25% 那很多了 他用25%控制了公司 連主席也要更換 有些董事覺得不合理的也要更換 亦都開始說 我要你進取一些加租 諸如此類就有很多聲音了 這件事是我們此條非及的 亦真的想不到 但他們後來聽他們說 他們說得很有趣 因為當時我們計算是有一個資產的 他們說 沒有理由你的商場 二千多元呎的 一間爛屋都在賣四千元 三、四千元 這是我們商場 即是在股值 我們做Roseau的解釋給他們聽 我說 那些是不重要的事 因為我問為什麼呢 資產值是可以提升 但是因為我們派息 派的租金是百分之派出去的 我不會留一些去再買地 就是用那些物業發展來爭取最大利潤 而是幫現有股東爭取最大利潤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優惠資產 不是那麼重要 他們也不是說 不是啊 你一將它翻新了 二千元變成四千元了 一斤 就算變成四千元也好 未必是一個股價反映出來 因為股價反映 你當時派的利潤 是和其他同類型的投資 有多少錢的利潤 大家的比較 就是這樣去比較 就不是說 你的資產 如果其他地產公司不同 你的資產值 可能你第一起好 由麵粉變麵包 可能股價會上升 但是我們那些已經根本就是麵包 只不過那些麵包 我會再撒多一些漂亮的 芝麻 芝麻之類的東西 好看一點 就是這樣 我問了一個問題 我想 其實我現在想到可能是死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領會上市 上市的意思就是有人給錢買了他 我既然給錢買了他 那件事是我的 既然是我的 只要在合法的情況之下 你是應該讓我任做我的事的 但是我又覺得很多人 就因為領會的前身 就會有一個社會責任的要求 因為之前你是在照顧一些小市民 小商戶 他們可以買到東西 在市民的角度 這是你的問題 你只是換了人而已 但是我以前的要求 我都希望你至少有很大部分 你能幫到我 那你當時作為一個CEO 你是完全知道他說什麼 因為你知道別人給錢買了 這些人是擁有這間公司的人 他們的地 他們想怎樣使用 他們有權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前面那些小市民 你又見到他們十多二十年 他們已經有了生活的習慣 他們有這樣的有趣的要求 當時你作為一個CEO 是否其實是一個衝擊 這不是一個衝擊 你只是這樣看 其實你反過來 因為我們真的是walking around 為什麼呢 有些連鎖店 譬如服裝連鎖店 諸如此類進去 他們的東西不會貴得過現在的 反而有可能是便宜過 有一次我在任的時候 去看一大減價 他們的減價 是減得很厲害的 即是越下課 那些屋邨的居民去買 就是很踴躍去買的 至於你說有些行業已經要備受淘汰的 有些我們就盡量留在這裡 只會放在另一個位置 即是在我那時候的時間 是 反過來回答 其實屋邨的居民是選擇多了的 只不過可能就是 已經不一定買貴了東西 因為你連鎖店的東西 就肯定是 不會說超貴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已經離開了這麼久 就不會說很深入評論 我也是問你那時候 那時候其實不是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我在這裡做生意 我有一個西醫 即是那些人做習慣 他用回以前那種生活模式 去跟你說 你以前是這樣的 你現在加了我三倍 那時候你是怎樣面對這些問題 雖然你知道 已經賣掉了 不是 這些就是這樣 大家說的事實 最重要是有一個研究 你可以知道他有多少錢生意做 他可以付多少錢租 的確在那時候的時間 其實你也看到一個很長的故事 就是那時候最早期的時候的房屋 委員會 那些屋邨是很偏遠的 那時候去到石蔭邨 根本沒有西醫肯去的 那麼西醫工會派 就是分給那些西醫去做的 那些西醫就不在那裡全日做的 就是去一下 可能走兩個層 走不止的 可能走兩三層 他最多的生意可能在 佐敦道、彌敦道 或者中環銅鑼灣那些 變了他的容量就不高 變了你就要看看 就要看看他們的容量是怎樣的 有些情況之下 甚至乎有些西醫已經是 或者是他說 我的兒子也大了 可以來在一起 可以用盡一點的地方 也反而我們要他們 做多些時間在這裏 變成了服務屋邨的居民 用什麼形式來做一回事 其實我們租金的問題 對他們的衝擊 沒有一些所謂集團式的西醫更大 那些反而他們覺得 有些人是快速 是人不需要等 當然有醫生在 但這個可能是西醫還未回來 去了另外一個醫院 這些也是慢慢要化解的 不是說 反而有些人說 我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是最不適合做醫院的 如果你要調去另一個位置 你也要廢點口水 這個慢慢的東西就會化解 我問過一件事 你可以選擇不回答的 是 我說 為什麼要你去領會呢 那時候 我自己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分子 我可以幫他做很多事情都可以 差不多他想怎樣 我就盡量幫他做 但是我就很不喜歡他 我一來到 我把政府以前委任落的主席 拆掉他 接著有兩個委員 他覺得這兩個委員 好像比較 是說話比較溫和 又說他不想見到他 溫和為什麼不想見到他 因為他溫和 表示他站在廳輪那邊 哦 這樣溫和 明白 我覺得 我覺得在做CEO 我就覺得 我覺得很容易收聽 我覺得 我已經很盡力地說 你不可以動這些主席 他對什麼 我已經說過 這個 on record也不重要 off record也不重要 就是你真的要動主席 你真的要動我了 嗯 他說我不相信 他不知道是中文人那些 有趣的地方 他說我不相信 結果我主席離開了 我約會 我也不做了 又考你們七個字的成語 君子有所為 有所不為 不是淺不淺民 你不開心 你覺得他們是在做事 當然我們那些主席好 上一輩子的主席 也會來不來幫市民 或者說一些好說話 他們也要給他們過渡時間 給他們一點時間 去適應諸如此類 這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分管理員 他們就不理你 你只要找小豆奶也不可以 這樣的心態 他不是錯的 因為他有他的客人 他認為他要離去 拿到最大的利益 只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做得不舒服 那真的手就痛 因為那時候痛風直發作 我也要做一個手術 就是拿了一塊尿酸石出來 他說不要搞了